相信许多网友都在网上见过 旅游区峨眉杀猴子嚣张 顽皮 各种跟人类精简互动 有的淘气的甚至偷抢游客的物品和食物 完全不怕人 可最近有一则新闻发生在泰国 同侯不同命 近日 据外媒报道 美第2大零售商Costco宣布停止从泰国进口椰子制品 以抵制情面带和剥削动物的行为 Pita 善待动物组织 此前曝光泰国农民训练 猴子奴隶扎椰子的画面 猴子被当地农民细上锁链 并被强迫进行繁重劳动 泰国的一些农场 会专门训练猴子奴隶采榨椰子 许多猴子奴隶被当地农民拔掉牙齿 并被抢迫进行繁重的劳动 普通成年男子通常一天 只能采摘80个椰子 而一只猴子平均每天需采约4把的椰子 而一只成年雄性猴子 每天可采摘1件6把的椰子 然后被3G笼子直到下一半次 遭到抵制后 泰国方面进行了回应 中心社员引泰国商务部 常务次长魏亚勒表示 泰国乡村地区过去有培训猴子 采摘椰子的传统 这是泰国的民间习俗 使人类与动物和目相处的一种民间生活方式 不存在虐待猴子的问题 但消息曝光后 全球多家连锁超市相继停止 从泰国进口椰子制品 英国连锁超市 WeTruth 美国药店连锁机构 WalkRains 美国食品公司Foodline等相继宣布停止 从泰国进口包过椰奶在内的各类椰子制品 美娃美娇 喊喊播报